欢迎收看花谢业总会 元启君老谢 花安辉呢还是没有回来 但是他呢也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这一期呢我们聊点轻松一点的 最近我们体验和试过的一些车 老谢最近是试了一台 我很感兴趣的车 就是领克的Z10 那辈车说实话开起来是什么样 我说真的 其实我开完这个车 我一开下去之后 我真的想跟很多 说我是吉娃娃那些小米苏7的粉丝说 你们真的有机会 去领克的Z10 自己试试看这个车 这个车底盘绝对是在一般道路上 使用最完美的设定 他可能这个车在赛道跑 绝对不是第一 但是他绝对一般路上 让你操控性有 然后处理路面的税震也非常好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 大家会觉得 这个车在赛道开得快 在赛道操控好 这个车就是好 你这些车都是在一般道路上使用 包括你小米苏7 上次我在节目里面说 小米苏7的税震感没有调好 说的就是他经过一些 比较不平的路面 或者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 整台车会有点弹跳 那领克Z10就很完美 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试车 不要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 就是赛道强就是强 赛道是全平的 对不对 我们去赛道 那个赛道路是全平 它不会有坑洼洼洼 它不会有一些坑洞 但是你一直觉得赛道好就是好 其实这是很错误的观念 因为你一般的车子 还是在一般的路面上使用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 自己去试试看 这个车无论在过弯的侧倾 包括它整个坑洞的处理 都处理非常好 但是我在这一次呢 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也问了其他一起去的老师 伺乎他们的车 又没有像我说的这么好 因为我们试车完 版本不一样吧 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会说 他们试起来的感觉没那么好 但我自己试的那台就是顶配的 试驱的 双腔空旋的 双腔空旋的确实那个真的调的很好 但我觉得极有可能是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预期不一样 310这个车 它整体呈现出来的是那种很运动的 可能大家对于它运动性方面 有很多的遐想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7的底盘强化版 加上RS7的动力 但是它的整个宁静度 舒适度 然后包括底盘的平稳度 我觉得都没有输给欧洲车 我觉得这个车确实调完 我边开也跟陆南一直说 哇这个车调的真好 我说真的确实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怎么样 因为它这一批都是PP车 所以都是试装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大家拿到的车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 所以最后我还会再去4S店 拿一个最后市售的版本 或许你有兴趣我没可以继续试 那个天鹅领克盛哲 真的是我老朋友来的 你去那边给很正宗 大家买车可以跟那家店来 那家店就那个天鹅领克盛哲 那个小董坚 跟我关系特别好 对大家去到就说认识老线 认识老线真的真的 会贵一点的 哈哈哈哈 去我拉拥挤是吧 但是说这等他们有这个试驾车 我们可以一起去再试一下 真的 但是至少我看的那台车 我觉得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大家讲什么内饰啊 然后 音响啊 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车内饰 至少它真的是完全长在我审美上 这种欧洲人 哦 车机应该也是好用呢 Frame Auto的车机 很快 我跟你讲我开完这个车再回去 我自己那个领克领克上面 觉得我突然觉得恍如隔世的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 你一样叫嗨领克 人家都是东芒跳出来 我那个还要 在吗 哈哈哈哈 但是我跟你讲 世代不一样 其实还是那句话 你要买新人员车 这些智能的东西 买新不买旧 它就是它就是会一直越来越进步啦 那它整个内饰的设计也是我非常喜欢 唯一挑它是什么 没有三幅方向盘 我个人还是比较传统 喜欢三幅的 它是只有两幅的 记得不要买浅色内饰 浅色内饰以后要轻很麻烦 很容易张 它虽然说什么什么上面有什么涂层 那个都是听听就好 你相信我就是买深色 要不然以后要处理那个你很麻烦 我主要好奇的是到底 我相信所有人也想知道 这个车到底它会卖什么样的一个价钱 因为如果按现在来说 吉利的这一个体系里面 其实它低端的有这一个银河的1吧 高端一点的有吉克的001 这个车我感觉它卡在他们中间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车 车长各方面的 它是完全甚至超越了吉克001的 尺寸都超过了吉克001 这个车如果它的价格很有竞争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卖爆的可能是贼打 有没有稍微透露一点他们 其实都没有透露 但我在网上看到人家什么谣传 说什么18万起 什么20万800匹 对对对 所以你说到底卖多少钱 在他们没有定案之前都不敢讲 但是你刚讲这几台车 其实他们一直强调叫我们不要说他们兄弟内卷 但我觉得他们势必是要内卷的 但反正这就是一个大联盟的感觉 他会包着小米苏7的那种状态 我先讲一个我的观点吧 我觉得小米苏7现在有一点潮水褪去 所以他把这个池子搅起来之后 很多人他是不知道中国人的新流行车 已经多进步了 然后因为小米苏7把它搅起来之后 他们会去关注一下别的车 所以其实我几个朋友在未来 几个朋友在智介 都说他们接了很多5000转单的你知道吗 就是小米交不出车 然后一段时间就是他说 那其他家愿意接受你这5000的订单 其实我觉得领客你也可以这么做 因为据我所知啊 不准确的数据 说他们一个月光阴会这样子 可以多卖两到三百台 就是把他的那些5000块交不了车的订单 我帮你给了 对这5000我收了 5000我收了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领客你可以做这件事 这是第一点啊 那第二点我个人的审美 我觉得领客这个车 确实是比小米苏7好看很多 这我整个包括极客001 我觉得都比小米苏7好看 这真的是个人审美的 我自己是对小米苏7完全无感的 我觉得这个车设计就不在我的点上 第三个 我有一个比较让我比较惊奇的是 吉利18居然卖的这么烂 就是他那个车很大台 而且其实不贵 很便宜十六万多 十几万就有了 对 就那个车还卖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挺惊讶的 其实那个车做的各方方面面啊 包括他续航里程啊 什么都挺好的 但没想到真的销量就自己上不去 我不知道是因为宣传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还是人家觉得说我买了这么大的车 我就不想买吉利了 反正我不知道 那事实上这个车就是 有点上不去 那我们再回来讲领客吧 领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车 这次的设计是让我觉得无可挑递 很完美 很多人说拿这个车去跟吉克比 其实我说真的 光看外形跟内饰 我觉得可以跟 繁花 我觉得可以跟它比 真的真心说的 所以我觉得更烦恼的是繁花 虽然它卖的不是很好 又同个集团了 但我老实讲 我觉得那个车真的跟繁花比 领客 Z10相太多了 真心说 再来我们再扯回吉克 你觉得它是对007还是001呢 对007 价格上面对007 产品上面对001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 它所有的东西 它就是刚好卡在那个中间的位置 我说领客这个车出的很妙 而且有那么多人去关注它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它刚好就给你一个中间的选项 卡得非常准 但是我有一个比较疑惑的点 吉克现在开始自己的自驾系统 其实是搞起来了 它那个叫什么浩瀚自驾 是吧 吉克是用浩瀚自驾 但是现在领客用的是路特斯 等于就说难听 就吉利资源那个团队了 因为我说这两个团队 我跟这个吉克的是比较熟的 我觉得吉克再来自驾应该是没问题 但吉利这个到底行不行 我不知道 我觉得再来决胜点应该就会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2024、2025、2022年 就是进入了城市MOA的决胜点 你车再好开 你如果没有这些自驾功能 那可能人家在买你的车的时候 我会想一下 这是真心说的 这大部分人的想法嘛 对不对 那你车很好开 但问题是 我没有自驾功能 那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 一般吧 我自己觉得 我们现在还不是为城市MOA 真的去值得花很多钱的时候 但是对于高速MOA这件事情 它只要能做好了 那我觉得 对我觉得2024年 就是大家要把高速的MOA 优化做好 甚至是只要你接近20万 这个东西就一定是标配 对标配 而且要做得好 然后25年是可能城市MOA 大家都要有 但做得好不好 问号 而且要全国都开放都能开 2026年就是你做得不好 你就没有资格在这个市场竞争了 应该是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所以你看嘛 一台车我们正常使用是三年嘛 当然你说领克会不会又出个2026年 版本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很难想 就看这个市场怎么变化啊 其实我今天发微博的时候 我还跟林杰总开玩笑说的一句说 你们不会这么快就推2025年款吧 就他回我说下半年了 就是2025年款 OK没问题 像别人在算你还算虚数的 对对对 你多少岁了 现在大家真的是被这个卷死了 其实中国的汽车消费者 你们都是很幸福的 你们还可以出来抗争啊什么的 但是真的不要说外国人啊 台湾同胞看着都流口水了 真心说了 很多台湾朋友都说啊 怎么说这个车可以到台湾来啊 怎样 那总之这个车最后能不能爆 就是价格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了 然后最近又试验来车 阿俊你去静泰 那刚刚我去青岛做的这个动态 其实很多人都说 老谢你为什么对青岛这么熟 因为说真的青岛除了前女友之外 我跟赵伟贤 就去过青岛试车 其实在我跟你哥做杂志那个时期 青岛是很多车企的试车主战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青岛人称小欧洲 那个在赵伟人拍照的年代 八大关 然后劳山公路 都是拍照很漂亮的 外国建筑博览会 对对对 所以那边其实是很漂亮的 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青岛有很多 比较悲哀的历史 包括被德国人占领过 被日本人占领过 后来又还给我们中国 然后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又把它全部烧干净 日本人又占领 所以其实青岛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漂亮很美丽 其实它蕴含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一个悲伤的历史 那当然我们就不要讲得这么悲伤 那我这次青岛骑很开心 就试了这个星光S 那阿俊怎么样 你那天静态你看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车核心的话 还是其实没有太多的对手的 我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听完了他们所有的一些PPT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车很重要的 就是你出来得有一个噱头 你要直接告诉别人 我的百公里加速是两秒之内的 我的续航力程是突破2000公里的 它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车你听完它反复的介绍 它只是强调了一个大空间的 舒适的SUV 但我觉得这个车最重要的就是 它卖 你要看一下它卖多少钱 这个车也就10万出头的一个 没有 我估计会到9万 对 因为星光你可以参考星光的价格 是不到10万的 我只是猜它是SUV 所以可能稍微贵一点点 那也就是 我就当它是10万左右的这个价钱 你把它的这个产品拉出来 你去找一下这一个价位里面 你要有可油可电的 要有这么大的空间的 还要有一定的这种智能坐舱的能力的 其实没有的选择 是吗 没有的选择 这空带哦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了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件事 这个车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 我在青岛开的时候 我在倒车 我开开开 我就 怎么这车这么大台 比我领克05大台很多 你知道就你会觉得 奇怪怎么这个车10万这么大台 所以我在倒车的时候我看那个360 或者看后照镜的时候 你会有点不适应 你就会觉得10万块车应该没这么大台 但是它就是很大台 大的这件事情 对于买这一个级别的用户来说 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是既要又要 我既要乘坐空间大 又要债务空间大 这个车的第二排贼舒服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整台车你什么都能改装 就是空间不能改装 对吧 你说影响不好我改影响 对不对 你说我什么东西不好我可以改 就空间是不可改装的 所以我觉得10万块之内 你可以买一台这么大的SUV 你全家出去玩 然后载东西什么 我觉得50其实它就是抓住这个点 人民的朋友 就人民需要什么 我们就照什么 所以它就是只要是大台 只要是性价比高 这就是50它一个宗旨 而且确实他们改变了策略之后 现在这种车也是有品质感的 它不是跟以前做商用车的 那个连带的50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只能这么说 开起来不是像你想象什么 操控灵力什么的干 那我就真的是吹牛逼了 我这个人不会的 它就是一台很一般的SUV 就是一般你开合资品牌的SUV 什么感觉 大概也就是那个感觉 但是它有可能会更好 因为你像星光 其实它在这一个级别里面 它底盘的用料是比同级的很多车 那我摸着良心说 两台我都开过 星光调的很好 但星光S 所以调教还是有趣 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 可能轿车可以了 我觉得SUV还差一点 但没有差很多 不是那种像美前想象 国产品跟合资差那么多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符合 比如我随便讲 我觉得我开 就很像开Toyota 开Honda 这种感觉 那转向的手感 各方面 但是你说10万块 有人在意这个东西吗 这根本不重要吗 对一般人来讲 这个车就能开 耐用 你要去坐一下它的后排 你就会发现 好像没得选 这个级别里面 真的 你就买这台 连我188 前面是我的驾驶位 我在后面可以敲个两盆 很夸张 真的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要大空间的SUV 在这个价位 但你是没得选择的 可油可电 选择也不多 对确实是做的挺不错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车 这是我去青岛试驾 回来的感觉 这个其实花谢也总会 做的挺多起的 其实我们就是讨论一些时事 那最近 我不知道你 最近我确实有点拍到 我自己不知道拍什么 那如果大家想看我拍点什么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意见 发在这个弹幕上 然后也就没键三点 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节目一常有做下去 因为我们 这个节目没有接受从此的 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聊 不过听说飞鸽仔 可以帮我们找我餐厅 可以免费让我们吃一顿 可能下次我们拍 就去餐厅里面吃 做个QA特别版也是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飞鸽仔也挺好的 飞鸽仔说 帮我们安排广州的餐厅 可以去吃一顿 然后下次我们可能就在餐厅拍了 好不好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一键三连 然后支持一下 阿俊还有这个 火宛辉 然后支持一下火宛辉 好就这样子 你拍一下我这个可以吗 尊重一下 好不好 我也得了两个奖 尊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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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次来你家 我发现你藏品挺多的 这头盔 这头盔是我们中国觉得很优秀 一个叫摩雷斯的头盔 这个是全碳纤维 它竟然要赞助MotoGP 哦 它竟然要赞助MotoGP 而且很轻 很轻 而且它准备过程FIM 哦 就被认证 对 就是可以要跑MotoGP 就要认证FIM 然后这个是Vivo的 他们赞助我的 然后有一些抽奖的奖品 之后给大家抽奖 然后这个是FAYOUT的 这个机 然后是B站得奖的 挺好的 我觉得 都是一些我们国产很棒的品牌 拿手拿送 送你 送你拿去